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我是良安 歡迎收看我今天的頻道 嗯...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是 Apple Watch Ultra 我剛剛才收到的喔 這個 我們讓人來看看吧 他現在這次也一樣,就是從環保的包裝 就是用紙張 這樣撕開 好,我們先來看 這邊這一塊是配件 然後這個是另外一個配件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拆這個 我們先來拆主要的主體吧 哇,這一次呢 他是用紙張來做這個緩衝 非常的環保 以前我記得買iPhone的時候啊 他是 他是用一個塑膠磨包的 然後這次很有質感 讓我們先拿出來看一下 他就是摸起來很有質感喔 有一個凹凸 因為以前我記得 這也是我的第一支 就是Apple Watch 因為以前呢 他是 好像是只有這個的二分之一吧 然後這一次他做得很完整 我不太記得我買的是什麼 Ultra的 的版本 因為這次Ultra是專門針對極限運動的 有高山,有越野,有海洋 那我不是很確定我買的是哪一種 那看到裡面的一些資訊 我才知道 然後這一次的後面呢 他是 用整個就是打開的方式 他完全沒有用膜 也沒有用貼紙 也沒有用膠 什麼都沒有 所以這是一個很特別的 嗯 算是一個很特別的設計模式吧 因為Apple他總是有一個團隊 就專門在設計包裝這個團隊 所以能做到環保就做到環保 那我們一起來打開看看 哇 我的 我記得我看過其他人的開箱喔 其他人的開箱有的是海洋 有的是山路 我的應該是越野 因為越野的他就是這個山路的 然後呢 他裡面分成兩個 有兩個包裝 第一個包裝應該是 機子的本體 我們先來看看 機子的本體呢 機子的本體呢 裡面就是 機子本身這一次呢 是49吋的 然後我們開一下 打開 然後這次是鈦合金 欸 是鈦合金嗎 對應該鈦合金的 然後整體來講應該是 如果有講錯的地方 就是希望大家在留言下面 能矯正一下 講這樣 有一點重量喔 有一點重量 但是49吋看起來就是 視覺上比較清楚 在你讀取東西裡面的資料的時候 都是一切都很清楚的 那我們先把它放旁邊 它裡面這次附了一個這個 這就是充電板 然後這是充電線 這充電線就插那個 我們的那個豆腐頭嘛 豆腐頭 然後這個就是直接後面感應 後面你看它這後面就有一個可以感應的 可以直接貼就對了 直接貼在上面就可以感應了 感覺還不錯 我先把它放回去 然後呢最妙的是它這一次 所有的上面除了Design by Apple in California之外 它還給予這個製造商跟這個設計公司的坐標 好 原因是這一次針對的就是它的 就是Ultra 它就是這一次就是 Ultra這一次就是 針對 這是越野極限運動嘛 所以坐標非常重要 所以它的相對的機子裡面的設備 也有一個 就是針對你的GPS 就是所謂的GPS 讓你好找 很找到 容易找到人 然後你不會迷路 所以它特別強調這一點 所以才在這邊 特別寫下它們的坐標 那這個主體我們已經開箱了 那我們來看看 配件吧 配件的話呢 我是上網看了 欸這個還不錯 我上了 上了是看 黑灰色的 黑灰色的 這要怎麼開 喔這邊 黑灰色的是這個 它還教你怎麼裝錶帶 然後呢 它是 有點像尼龍材質的 還不錯 還不錯喔 然後呢 它是帶有一點彈性 很舒服很舒適 這種的 像是尼龍的那種魔鬼氈 那另外呢 我在網路上 我又另外買了一個 海洋系列 因為它是 因為我也有可能去游泳啊 去海邊游泳啊 也會需要用到 那我怕 然後這一次的功能呢 也包含 可以潛水下100公尺 它可以測試你的 呃 水深 水量 水溫 然後水的PH值 都有喔 所以這是一個很特別的 這一款 Ultra 而Ultra 它是一個 呃 很跟 Apple Watch 8系列 有一個很大的區隔的 聽說是這樣子啦 我是看了很多很多大家的開箱啊 然後我匯集成一個簡約的這個 告訴大家 那我們來開箱這一個吧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呢 它也是教你怎麼看 這一次有它的海洋系列 海洋系列就是配這一個 然後它有一個扣環 你看它這邊有扣環 我就先不拿出來了 那它有扣環 聽說蠻難扣的 但是 我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然後另外呢 我自己呢 買了一個袋子 專門裝這個手錶的錶帶 然後我自己購買了一些錶 錶帶有皮革的 有這個就是去一些正式場合 可以用到這一種鏈子類的 然後 皮革的有分 黑色 黑色 深棕色 橘色 然後呢 可以做因應不同的搭配 你的服裝啊 然後出席的場合可以做搭配 我覺得這蠻好的 然後弄一個錶帶這樣裝起來 那現在我們來開的是 這一個 這個東西很特別 要特別說明一下 它比 應該說是 它是 Ultra一定會用得到的東西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它包得很密實 因為它不是Apple自己本廠的 它不是Apple自己公司的 它是 它是外面就是合作的公司 這個叫做 嗯 這是Charge Pro Charge Pro Charge Pro 它就是把你的手錶到時候 直接這樣子 它是一個平板 白 黑色的 我買黑色 它有黑色跟白色 直接擺在上面 直接手錶 錶帶也不用拿下來 直接擺著這樣子 它就可以直接充電 很方便 然後不像是 不像是 你那個 它原始的啊 可能錶帶還要稍微 就是鬆開一下 才能 對準後面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然後陶瓷的 然後來充電 它是直接可以側擺 它是可以側擺的 你手錶也不用鬆開 直接弄開來 就 就擺著 就可以用了 所以我覺得買這個 應該還是蠻划算的吧 因為它基本上也不太貴 外面賣可能有三四千 它在兩千多而已 我們手錶主體呢 等一下 我現在還擦一個 就是保護膜 這一次呢 他們做的就是不鏽鋼 然後有一個 很主要是 它有測 就是它跟 8系列一樣 也有測一些 血氧濃度啊 血液循環啊 運動啊 久站久坐 等等的 計算的一些秒數 一些健康的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 它 這一次多了一個 就是 這個局色的 國際局色的案件 然後 它也 就是你可以潛水 潛水的時候 浮潛啊 玩SUP的那個 滑獎啊 然後都可以用得到 然後 像它那錶鏈 就是它 帶的那個錶帶 錶帶 尼龍錶帶 它雖然會沾水 但是它乾的也很快 所以你不用擔心 會一直濕搭搭的 然後呢 這一次 我覺得 最有特色就是 這個陶瓷吧 這陶瓷 聽說是很貴的一個材質 很硬 所以呢 你放在地上摔呢 它就是不會壞掉 不容易壞掉 但是重點是 不要摔到這個板面 這板面呢 這一次 雖然也不是說到很脆弱 但是盡量不要碰到 所以 我買了一個那個保護貼 那個 玻璃的保護貼 但是它現在還沒有到 所以呢 晚點再 就是 等到了 我再貼上去 這樣子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買 Apple Watch Ultra 一次買就買到位 因為它這次有SOS 就車禍偵測啊 包括你就是老人家啊 或者是像我 因為有氣喘 然後我要是有氣喘 我需要緊急呼叫 或什麼的 所以它這個也有協助你 就是在家要是有摔倒啊 什麼 或是呼吸不寸有呼叫 它只要是 一直感應到沒有人的話 它就會自動連線 尤其你GPS一定要開 人家才能定位 知道你在哪裡 就像你登山一樣 你拿去登山也是一樣 你GPS要是不開 人家怎麼偵測到你在哪裡呢 你說是吧 那這一次呢 我就先開箱到這裡 該開箱應該很多人都開箱了吧 那這一次 我就不講太多 那大家可以去看其他人的開箱 然後我的開箱就是比較簡單的 就快速簡單 讓你知道有哪些東西 有哪些配件 然後呢 也謝謝你大家的收看 那如果喜歡呢 就可以分享 訂閱 並且按小鈴鐺 然後呢 也歡迎按讚哦 然後這是良安 M良Studio的頻道 那謝謝收看嘍 See you